请问今天要说什么呢? 单刀富贵 Part 2 吴国的使者啊 很难啊 风尘仆仆的来到了荆州 荆州的关羽真美哦 自从诸葛军师死了之后啊 刘相马来的马良和相老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简直是打遍棋界无敌手啊 他每一盘下围棋都是 每一盘下五番胜负或七番胜负的时候呢 都是以3比0或4比0结束 每一天呢 关羽都是坐在未冕者的位置 跟这个马良或相郎啊 切磋切磋 关羽啊 他心里绝对会在想 嗯 还是诸葛军师在这儿好 在这里一直下一直下 简直 一点点那个 一点点乐趣都没有 诸葛军师还会让我为难一点 这两个嫩逼 一点让我为难的劲儿都没有 这时候关羽来了 关羽就说 使命已经达成了 什么使命呢 原来啊 关羽啊 一直看马超不爽 他就说 我一定要入川跟马超比个你死我活 于是啊 孔明就写了一封拍马屁的信 他就说 张飞的武功没你强 可是都可以跟他打成了平分秋色 如果你上去打的话 一个回合就把马超给劈死了 那我们五虎大将不就完了吗 哈哈哈哈 这关羽啊 捋着他的胡子 他就说 孔明真是长在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哈哈哈哈 这时候呢 吴军的吉使来了 报告关羽将军 鲁肃大人已经在这个什么 林江亭上面啊 摆下了一个酒宴 请关将军来赴宴 冠平就说 冠平就附在了关羽的耳朵旁边 他就说 不能去啊 父亲 哈 我答应了 这个婚事 明天我不去 我就是乌龟 所以 输完之后呢 说完之后呢 说完之后呢 关羽继续下棋 啪一声 他就说 马良 你又输了 呃 将近其高 梁实在不及耶 马良他就说 唉 又输了 向老舅说 你输了 我也是他的手下败将啊 还有谁厉害呢 一级先生 一级哦 一级他现在在西蜀 不在这儿 好可惜 还有谁呢 赵磊 赵磊他是守护荆州的一员 大将没错啊 可是问题是他好像不会下棋啊 关羽啊 就说 唉 没办法 今天我就跟你玩到 今天我就跟你奉陪到底吧 马良 说完之后呢 他就跟马良啊 一起 继续下棋 每一手都不到200手 马良就投降了 到了半夜几点多的时候呢 关羽才睡 早晨七点多 他就起来了 关羽一直都是保持着 早睡早起 身体好的原则 所以说一下就起来了 关羽啊 他听起他的青龙眼月刀 他就说 关羽 在 咦 关羽也起来了 关 关羽啊 你在 你在港口布置十艘小船 一艘做五十个人的小船哦 那是小船吗 大号的小船 是是是 那十艘小船五百人 等到啊 红旗在挥舞的时候啊 就 过来接友 周船 赞 你跟我一起去林江亭 如果你怕死的话 就多带几个隋众吧 俺当然是不怕死 可是我怕军猴挂啊 不要用这种理由来敷衍我啦 你就是要带隋众就对了 带个实名关西大汉也行啊 第 这一天呢 第三声钟响敲了一下 八点半 关羽就说 鲁肃 你想要靠林江亭这一夜 来困住我 逼我交出荆州 门都没有 你以为我关羽是谁啊 哼 关羽不可一世的时代啊 还没过完呢 哈哈哈 关羽捋着胡子他就说 鲁肃啊鲁肃 你虽然厉害 可是没有周瑜竹之多梦 说完之后呢 关羽上了船 去赴 有早上九点的临江会 鲁肃跳 望了一下 哟 这关羽真是威风啊 关羽只见关羽 坐着一艘大船 穿着绿色的衣服 绿色的头巾 拿着一把青龙燕月刀 好不威风啊 再碰上他这个重早脸 红色的脸啊 真是太相配了 鲁肃就说 美啊 鲁肃他靠近了就说 他可是我们要陷害的人 也对 等他靠近了 再摆刀斧手吧 是 这个临江会 关羽真的会 挂在临江会上吗 请见小黑分享 谢谢大家